载着前中国领导人江泽民遗体的专机 二号下午三点五十五分 从上海飞抵北京矽交机场 领导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率领两届的政治局常委等人 胸别白花手臂佩戴黑纱 在停机坪上列队迎领 在哀乐声中 十二名礼兵抬着透明的灵鹫走下飞机 可以清楚看见江泽民遗体身穿黑西装 戴着招牌黑框眼镜 并覆盖着中共红色党旗 众人募送灵鹫上灵车后 由智商委员会成员 募送遗体前往停灵处 官方也宣布预计五号火化 六号上午十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追悼大会 但不会举行告别式 而是由全国人民默哀鸣笛三分钟 并停止公共娱乐一天 央视还特别释出在江泽民 怡邻北京前 政治局常委蔡奇 陪同江泽民九十四岁的 遗孀王叶萍 在上海举行 祺林仪式 众人面露哀期 在江泽民扬州的布局外头 两天来有大批民众 自发性送上悼念花束 希望这位前领导一路好走 但是中国社群 还是管控追悼江泽民言论 经过审核过后的留言 才得以被看见 有些讨论区直接关闭 不允许留言讨论 就怕捧江变倒习 舆论发酵 香港媒体《明报》分析 江泽民智桑规格高 与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相当 似乎想破除习江豆等传闻 证明习近平当年上台 或江泽民力挺 所言飞驾 继续理界驻驾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